歡迎大家加入我們今天的小麥的健康筆記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節目的話 記得要幫我按讚分享 還有多留言 另外呢 我們現在在推廣下載的是中天新聞網APP 希望大家都一定要幫我們下載 而且呢 在安裝的時候 記得要是我的推薦代碼 CTI321 抗敏三寶是什麼 再講一遍 就是維他命C 然後呢 魚油 這個 益生菌 好 如果吃素的人的話 不能吃魚油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改用那個 紫蘇油 或者是亞麻辣油 他都是含Mega3的這些油脂 但是他是素食的 今天節目當中呢 特別為大家邀請到的是 人在美國的自然醫學博士 陳俊旭博士 要來跟我們做視訊連線 要來討論的是過敏的問題 現在台灣 平均每三個人當中 就有一個人有過敏 那陳博士 針對過敏出了一本書 我們要請陳博士 來好好跟我們分享一下 博士你好 小麥好 大家好 我的書就是這本 過敏原來可以根治 好 那博士我想問一下 過敏原來可以被根治 但是我覺得過敏的一些症狀 可能就是打分替 流鼻水 還有就是皮膚會出現搔癢的狀況 但事實上是不是過敏的症狀 其實非常非常的多 其實你剛才講的那個是比較典型的 但是也有一些非典型的症狀 例如說頭痛啊 失眠啊 便秘 腹瀉 長期疲倦 注意力不集中 所以我們就發現有一些小孩子 因為他的過敏 而導致他學業成績的退步 甚至連他整個生活 都受到影響 甚至我有一些以前的小病人 他們都是休學了 連上學都沒辦法上 就是因為他 不好睡覺了 然後注意力不集中 功課也都退步 然後我們就發現 很奇妙的是 我們把他的過敏治好以後 不但身體變好 成績也變好了 有些小朋友都考到前班前幾名 就非常的優秀 博士我想問一下 過敏其實是不是就是一種 身體的發炎反應 對啊 過敏就是你身體 把那些過敏源吃進去 或者是接觸的時候 那我們身體要把它排出來 的一個過程 你想想看 假設你吃到一個 會過敏的一個蛋白質 一個成分 吃到肚子裡面 然後把它送到你的皮膚的時候 請問你 你怎麼把它從皮膚把它弄出來 就是你要去 誘發一個發炎反應 讓那個白血球過來清理它 那這個局部的這個 細胞組織的這些行為 從我們 肉眼看起來 他就是那個會癢啊 或者或者是 流鼻涕啊 流膿啊 然後呢 這個 甚至 紅腫熱痛癢啊 都是典型的一種發炎的反應 博士那除了過敏 大家都覺得說跟遺傳有關係之外 是不是後天的影響 還有後天的因素更大 其實沒錯 因為 你知道在50年前 的台灣其實過敏很少 你到100年前就更少了 那為什麼是這樣 其實過敏的確是有基因的影響 但是呢 以前的人即使有這個基因 他也不大會發作 那現代人的話就很容易發作 甚至現在的這個 過敏的這個 種類 還有嚴重性 越來越多 甚至從過敏 一直衍生到自體免疫疾病 或者是所謂的過敏性的休克 現在是比以前多了幾十倍幾百倍之多 那這個都是後天所造成的 你不能怪我們的基因 基因我們改不了 祖先給我們這個基因 我們 我們要讓他不要被誘發出來 那像我自己啊 就有很強的過敏的基因 所以我們家三個小孩子 都是有很強的基因 但是我們要讓他 希望他這輩子 不要被誘發一些很嚴重的過敏 這個是可以做得到的 有很多人說過敏 其實就是吃錯東西了 有哪些東西 其實是很大的過敏來源 好我們要分兩種 一種叫做過敏 一種叫做過敏 我在這本書的190頁 有一個過敏的博覽圖 就是當你把這本書看完之後呢 然後你看到190頁 我就畫一個圖給你看 哎呀原來過敏的來龍去脈 就是這樣子 它的最源頭有兩個東西 一個叫過敏 一個叫毒素 過敏原就是說 如果你對雞蛋過敏 對小麥 對牛奶 或者是對什麼東西過敏 你吃下去以後呢 他有可能會誘發你過敏反應 所以你的飲食裡面 你要最好要查出來 你到底對哪一些食物 有急性的過敏 還有慢性的過敏 那大部分人對自己的急性過敏 應該知道 吃了芒果整個嘴巴腫起來 或者是吃了什麼東西以後 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慢性的過敏 很多人就一輩子搞不清楚 所以就必須要用抽血的檢查 這個叫慢性食物 IgG的過敏 這是在飲食方面 我們要避開那些 會產生過敏的一些食物 那另外這個毒素 是最容易被 被疏忽的 就是我們的食物裡面 如果有一些 例如農藥啊 添加食品添加劑啊 或者是一些不該有的色素香料 或者是那些奇怪怪的東西的話 他很有可能會 讓本來很輕微的過敏 變得非常的嚴重 這個在我的書裡面 我們叫做幫兇 就是主兇是過敏人 幫兇是毒素 如果一個主兇去犯案 他可能犯個小案子 但是如果一個主兇 他有100個幫兇的話 他可以犯很大的案子 我舉個例子好 像我最近 我美國這個家 我們那個廚房 流利台在整修 那我們就 我就把 因為暫時 拿不到那個大理石的貨 我們就把舊的流利台上面的 美賴板 翻起來 然後再把舊的漆刮掉 然後再上 膠 舊的膠刮掉 再上一層新的膠 把它黏上去 就是這樣子 大概不到一公尺平方 我告訴你 我從那天晚上開始 我就眼睛癢 鼻子癢 喉嚨呼嚨 呼吸不舒服 這就是黏著劑 裡面有一些毒素 所造成 我要說的就是說 為什麼現在的過敏有那麼多 其實我們的基因是沒有突變的 而是我們的環境中 有太多那些人造的化學物質 例如說我小時候 我就發現 我們家裡面有新的窗簾 新的地毯 新的家具 裡面都有甲醛 那個甲醛讓我在國小 大概五六年級開始 到國中的時候 哎呀很嚴重 怎麼醫都醫不好 從鼻子過敏變成氣喘 哎呀很麻煩的 睡覺都不能睡 那後來 幾十年過後 我終於清楚 原來 的確我的環境中 那時候小時候可能有塵蟎 可能有一些食物過敏源 但是那個環境的毒素 或者是食品中的毒素 那些垃圾食物 食品添加劑太多的話 會讓我的過敏 變得很嚴重 所以呢 從這個角度 我們就可以 徹底的 把這個小孩子的過敏體質 把它調整 因為你知道源頭在那邊 所以食物是很重要的 那從食物上面來講的話 博士 你可以幫我們詳細講一下 有哪些食物是 一般民眾比較容易過敏的 剛剛你有提到 像是雞蛋啦 小麥啦 是不是還有一些柑橘類的水果 也是比較容易過敏的東西 柑橘類沒有那麼容易 說實在的 當然你如果吃的是那些 有農藥的話 那就不一樣了 我們現在講的是純有機的 你去買有機的 玉米 小麥 吃的還是會嚴重的過敏 那就是你對那個食物本身 的蛋白質過敏 我們在台灣跟美國 我們調查出來 人群中 三大過敏人 第一名是牛奶 二名雞蛋 第三名小麥 或者是這三個常常會換來換去 就是牛奶 雞蛋 小麥 是我們現代人 最常見的三大 慢性食物過敏人 那除了這個以外 例如說黃豆其實在 在美國人裡面 也是蠻容易過敏的 玉米也算 那台灣人對黃豆的過敏 就沒有那麼嚴重 那你剛才說的柳橙類 其實 沒那麼容易過敏 那很多人對海鮮過敏 那個也不是過敏 那個是因為海鮮 它比較容易腐敗 產生一些組織胺 或者是一些代謝物 或者我們把它簡稱為毒素 所以會誘發過敏反應的話 過敏原 跟毒素 這兩個常常會讓你搞不清楚 當然 像我在台灣 我有大概13次的一個 種族事件 就是整個嘴巴腫起來 然後然後發紅 最後發黑 那後來我兩個禮拜才消退 那通常就是吃到一些水果 那怎麼會水果會吃的會這樣子呢 就是農藥 就是農藥太多太毒 我吃下去的話 我這個就有一些唇炎 我們叫嘴唇發炎 那有些人是吃了以後 舌頭 或者是吃了以後 全身長疹子 每個人的症狀不大一樣 所以在一般的食物裡面 最常見的是那三大過敏原 但是還有很多 每個人體質不一樣 所以我們要去檢測 大概是100種食物左右 一個人測出 原來我對這個東西過敏 這個東西 我們把它避開來的話 就身體就是會讓他 讓他那個 總負擔能夠降下來 就開始會 開始自我癒合 好 那博士我想問一下 因為你剛剛有提到 你自己本身就是一個過敏的人 那你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這麼多年 有一些抗過敏的獨門秘訣 是不是跟西醫的一些比較 壓抑性的治療方法 是完全不同的 哎呀我可以說我是過敏大王 因為我從小就過敏 各種過敏我都有 你得過的過敏我都得過了 那這個 而且我被西醫放棄了 我在國二的時候 我那時候有氣喘 然後醫生說沒辦法 你死人就這樣 就對著我跟我爸爸說 沒辦法了 你就這樣子的 一輩子就這樣子的 所以我為什麼對西醫 比較沒有那麼信心 因為我在我差不多就在國二的時候 我已經被放棄了 我從小就看醫生 看他吃月亮 吃淚固醇吃成月亮臉 然後什麼藥都吃都沒有效 後來我是只好去找中醫 針灸 然後吃中藥 什麼慢慢有好一點 後來我念自然醫學 才把自己的過敏 算是把體質調整好 所以到現在為止 我今年57了 所以也是幾十年的肝口痰 那 西醫所有的療法 我通通體驗過 而且 它的副作用我也都體驗過 剛說月亮連 或者是那種假皮 我們都有得過 那我們就發現 其實如果你搞清楚 這個過敏的來龍去脈以後 你才能夠真正的把它逆轉 甚至到根治 如果你是用壓抑型的話 這個怎麼壓都暫時性的吧 最後還會再冒出來 我會很怕那些體無完膚的小朋友 就是擦肋骨醇擦了5年了 7年了 再帶來給我看 然後就傷腦筋了 我們通常是一開始產生過敏的時候 我們把過敏銀查出來 或毒素查出來 避開來 益生菌 還有魚油 這類消炎 讓肥大細胞比較穩定 的這些天然的營養素 通常 它的過敏就會緩解 那我們再如果 每根體質又不一樣 我們看看還有什麼其他干擾 尤其是毒素 尤其是毒素 我們要徹底把它排掉 那這個過敏的話 變得很好 這個因為毒素是傷兇 所以有什麼法寶的話 最主要是過敏人 避開毒素跟過敏人 然後用抗敏三寶 然後注意他的睡眠 甚至在青少年的時候 我們注意到他的腎上腺的功能 因為這個比較複雜一點 就是青春期的過敏 比較難治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在發育 他會用掉很多的腎上腺的荷爾蒙 他會用 他會身體會產生很多的性荷爾蒙 那性荷爾蒙 他的來源跟腎上腺的荷爾蒙 是一致的 是一樣的 所以他會讓身體 是產生一個腎上腺 離調的狀態 這是過敏的會誘發 這個在我書裡面 在我的直播裡面 都比較詳細的解說 就是說 身體在 腎虛的時候 還有在青春期的時候 他的過敏是比較難治的原因 就在這邊 但是話又說回來 我們如果知道他的原因 來種去脈的話 就變得很好的 博士你剛剛有提到 所謂的抗敏三寶 抗敏三寶是什麼 再講一遍 就是維他命C 然後魚油 還有抗敏三寶 而且這個抗敏三寶 而且這個抗敏三寶 我們要挑專隊過膜 這個有很好效果的抗敏三寶 不是一般的意思 我們發現有三種抗敏三寶 它特別有效 把它做成撒血包 然後一天大概吃了三次 然後那個魚油 如果吃素的人的話 不能吃魚油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改用紫蘇油 或者是亞馬仁油 它都是含抗敏三的這些油脂 但是它是素食的 雖然說他們都有抗敏三 但是這個植物性的抗敏三的話 他在身體的使用之前要轉 有兩個步驟 要需要特殊的酵素轉換 也就是說如果說你吃的紫蘇油 亞馬仁油 如果效果不是很明顯的話 那就有可能表示 你身體缺乏兩種酵素 那這樣就比較可惜了 所以說如果有吃荤的話 用魚油的效果會比較好一點 維他命C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通常過敏體質的人 它對維他命C的需求量 是比一般人大很多 平常可能要吃三克 有症狀的時候是9克12克 甚至更多 甚至你可以把它 泡水含在嘴巴裡面幾秒鐘 或者是漱口 那整個口腔 整個這個咽喉鼻子的過敏 就可以穩定下來 不是我想再追問一下 你剛剛有提到所謂的抗敏三寶 抗敏三寶是鼓勵民眾 平常的時候就可以多做補充 還是說等到你有一些 過敏的症狀出現的時候 你再趕緊來做補充 這分為保養的劑量 不治療的劑量 像我自己有過敏的體質 所以我自己很清楚 我每一天需要維他命C 大概是三克的劑量 那如果說像最近 美國的花粉劑也比較嚴重 或者是台灣是沒有花粉 但是台灣說 環境中有一些灰塵塵蠻的話 也是比較嚴重 那我就知道說 我在那種特殊的情況 我可能一天要把 3克的劑量提高到6克9克 甚至更好 所以就分為說你是在健康的時候 你要用一個低劑量的保養 等到你有過敏的症狀的時候 你把整個劑量提高來 提高到你自己感覺有舒緩 那就對了 好 那比如說像是魚油跟益生菌 要吃多少呢 魚油的話呢 如果可以的話呢 大概一停止 我這個劑量是比較大的 有的時候 那個魚油 魚乾油要今天吃幾顆 我不算顆的 我是算CC的 所以我們常常鼓勵我們的病人 是買整罐的魚油 倒到湯匙裡面這樣喝 甚至可以拌在蔬菜裡面這樣吃的 因為這樣子的話呢 比較經濟實惠 如果要算顆的話呢 一天可能要吃十幾顆 因為如果1CC是一顆魚油膠濃的話呢 那一天你要吃10到15顆 所以一天 如果有些人吃個一兩顆兩三顆 那個都是吃心安的 那個效果都不好 那益生菌的話呢 吃多少不是那麼重要 但是頻率很重要 就是你與其一天吃一大包 不如把這一大包 分成一天三次四次來吃的話 那這樣會讓你的腸道裡面 這種菌蟲比較穩定 那這樣 這個就保持在一個穩定的 腸液菌 甚至維生素C 甚至魚油的狀態的話 身體會比較 這個營養素的分布會比較平穩 而不是說突然間吃下去很多的 維生菌或是其他食品都不吃 那這樣效果就不好 博士我想再繼續問一下 就是你在書中當中 有提供一個防敏DIY的食用手冊 包含從住家還有生活等等面向 都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小PayPal 可以提供給大家是嗎 有耶 這個小PayPal很多啊 首先你要知道 那個紗窗跟蚊帳 是很大的一個過敏源的來源 我們台灣因為家家戶戶都有紗窗 不然蚊子會跑進來啊 甚至家裡面睡覺的時候要掛蚊帳 你知道這些網重的結構 最容易有這些灰塵 甚至有塵蚊的附著 那有過敏體質的話 這種紗窗蚊帳 最好是大概兩個禮拜要洗一次 一個月不洗的話 其實空氣中就會充滿一些污染物 過敏的人就比較敏感 除了這個以外 讓棉被啊枕頭啊 甚至床單啊也要定期的清洗 不然的話呢 台灣天氣潮濕很容易有塵蚊 塵蚊的話就容易讓小朋友過敏 然後呢 很多啊這個居家的小朋友很多啦 還包括那個窗簾啊 那一般我們台灣的窗簾 應該是很多是用百葉窗嘛 那百葉窗也是一樣啊 他那個很容易有灰塵 也不容易清理 布窗簾的話就更糟糕了 因為布窗簾的話呢 我們更容易藏汙蚊垢 甚至一開始裝新的布窗簾的時候呢 他會很多的那些甲醛 或者是揮發性的物質的話 也是很強的毒素 會讓這個過敏惡化 所以我覺得比較方便的方法 就是用一種一片式的這種塑膠的布簾 塑膠的窗簾 這個在大賣場就是都有賣 裝潢師傅也都知道 那也很好清理 如果真的髒的時候有灰塵的時候呢 抹布一擦 他那個就擦 還有一點 還有一點就是在那個臥室裡面 不要有太多的雜物 我發現呢 很多人喜歡在臥室裡面放書桌 書架啊 電腦啊 音響啊 櫥櫃啊 那這樣會讓整個在睡覺的時候呢 很容易過敏 因為這些雜物啊 他那個角落 就很多的這些塵埋 那這些塵埋置身的話呢 就是會讓過敏惡 就睡得不好 所以基本上如果臥室有可能的話 就只擺一張床 擺一個床頭櫃 一張抬燈就可以了 這樣也容易打掃 也不容易有一些角落乾淨的 你下載中天新聞網APP了嗎 我想和你分享一個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很重要的理由 NCC關中天沒收新聞自由 媒體寒蟬效應很嚴重 但是中天堅守第四拳 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請立刻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和我們一起守護台灣 多一個下載就多一份力量 此外加輝